你敢相信吗 眼前这些色泽金黄 被烤的滋辣冒油的美味竟然是人肉 他被荡成食物端上餐桌 一群身穿怪异服装 行为举止诡异的人 进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而这些人竟然都是十七八岁的花季少女 最可怕的是这竟然是根据真实事件改变 故事发生在一九九六年 一群青春活力 才华横溢的高中女子足球队经过不懈的努力 终于打进了新西兰州全国女子联赛 隔天他们就乘坐飞机准备前往比赛地点 女孩们欣喜若狂 殊不知这场旅行将是他们噩梦的开端 飞机起飞后不久便开始剧烈摇晃即将坠毁 恐怖的气氛充满了整个机舱 哀嚎声尖叫声响成一片 坠机引发的大火将同伴活火烧死 目睹一切的眼镜女率先找到应急舱门 同伴们一起用力终于将门推开 大家争先恐后地逃了出去 此时大火即将引发飞机爆炸 而另一个同伴正卡在座位上不能动态 善良的肖娜想要去救她 可飞机即将爆炸 队长只能放弃自己队员拉着肖娜赶紧跑 当他们跑出机舱 却发现飞机坠毁在一片原始森林 现场一片狼藉 同伴们死得死伤的伤 各个都是头泼血流的模样 善良的肖娜还想去救困在机舱里的队员 可突然 眼镜女找到教练 可她的一条腿却被机舱门死死地压住 队员们用力将舱门抬起 而教练的腿却已经被压得粉碎 正在大家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冷静的眼镜女却悄悄离开 而就在此时之前 被队长见死不救的女孩反反却逃了出来 肖娜和队长顿时尴尬步 曾经亲密无见的队友 此时也埋下了分崩离析的种子 在此期间眼镜女扛来一把斧头 直接用力砍断了教练受伤的腿 同伴们都被这一幕吓傻了 眼镜女则冷静地解开裤腰带赶紧给教练止血 此时的她就像个指挥官叫大家该如何求生 她给受伤的队员们进行细心的包扎 教练断腿伤口需要赶紧消毒 凡凡便从队长的包里拿来消毒水 队长正准备说那是自己的 可凡凡却愤怒地瞪了她一眼 队长也只能一脸的尴尬地同意 消毒水灵在教练断腿上 这让她痛不欲生 可大家却不敢告诉她是谁劈断了她的腿 把教练包扎好后 大家便将剩下的食物进行分配 耐心地等待救援 与此同时 团队里的小美发现了自己的行李箱 并在里面找到心爱的小兄 可正在她开心不已的时候 头顶上方却滴下来一滴血 她整个人都被吓傻了 他们发现副教练坠机后 被树枝直接贯穿胸膛 大家赶紧商讨该如何将她救下来 队长提议用石头砸向副教练 看她是否还活着 可黑姐马上怒斥她人都这样了 你还冲她扔石头 队员反反也趁机对她冷嘲热讽 整个团队已经火药味十足 正在此时副教练的儿子杰克冲了过来 他爬上树想要将父亲救下来 可树枝根本支撑不了两个人的重量 就这样副教练直接摔成一滩肉鸣 晚上大家围着火堆互相谈心缓解压抑的气氛 肖娜告诉众人只要在这里耐心地等候 飞机上的应急定位发射器或发送求救信号 用不了多久救援队就会板到 大家都满怀期待 而此时眼镜女却将斧头放进火堆中置口 趁同伴不注意 他拿着被烧得火红的斧子走到教练身旁 接着掀开他的断腿直接烫了上去 就这样教练痛得晕倒过去 而当同伴赶到后 眼镜女却极其淡定地说这样才能止血 深夜大家睡着后 他便来到小树林内接手 正在此时他偷听到两名队友的对话 队友说这次多亏了眼镜妹 他的冷静和果断救了大家 要不是他的话所有人都死定了 听到这里眼镜妹开心地笑了 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 因为他在团队中经常是小透明的存在 同学们时常对他恶语相向 而通过这次事件他却成了大家的救世主 而也正是因为这两句夸赞 却导致了所有人丧失最后的逃生机会 因为此时正在截手的眼镜妹 竟无意间发现了失势飞机的应急定位发射器 有了他大家就能够出去 而此时为了继续成为团队的救世主 眼镜女竟然决定将发射器狠狠地砸烂 她企图将所有人都困在这里 继续化身救世主得到大家的认可 遭遇空难的第三天 眼看食物所剩无几 救援队却迟迟没有到来 此时黑姐带来一个好消息 她说在距离六七公里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湖泊 而他们剩下的水最多只能支撑两天 与其坐在这里等死还不如一起过去 可队长却不同意 她希望大家待在原地保存体力 继续等待救援队 而因为之前的见死不救 队长的话已经失去了威严 无奈之下团队成员只好举手表决 然而黑姐却以一边倒的优势获胜 就连队长最好的闺蜜肖娜也背叛了她 两人的关系逐渐出现了问题 无奈之下队长只能跟着大部队一起离开营地 经过几个小时的辛苦跋涉 大家终于抵达了湖边 他们在水里尽情地嬉戏打抱 每个人都笑得特别开心 似乎忘记了遭遇空难的噩梦 正在此时长发女发现 远处的山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对他们反光 大家都以为是一户人家 于是众人兴冲冲地跑过来查看 大家兴冲冲闯了进去 可长发女落敌却觉得这座房子十分的诡异 小屋内一副荒凉破败的景象 这里已经有超过十年无人居住 遍地铺满灰尘和蜘蛛网 甚至还散发着阵阵臭味 大家开始检查屋内是否有有用的东西 队长找到了一个罐头 黑姐还担心她吃毒食 可打开一看却是早已发霉变质的垃圾 队长顿时发火 说他们就应该听她的好好待在飞机上等待救援 可是到如今却于事无比 见队长如此伤心 好心的闺蜜给她送来毯子安慰她 就这样两人的关系重归于好 夜晚 长发女落敌始终不肯进入到屋内 因为她对这间房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到了半夜 黑姐突然听到头顶的阁楼上阵发出诡异的响声 不幸邪的她准备上楼查看 她一步步地走上楼梯 竟看到落敌正蜷缩在角落里 然而更可怕的是落敌的眼神一直看着她身后 当她转头一看 一具蒸蒸白骨出现在她面前 到了半夜金发女同噩梦中惊醒 却看到落敌正死死地盯着那间阁楼 口里还说着 金发女告诉她白骨已经被她们埋了让她别担心 然而一种恐怖诡异的气氛依然让同伴后背发凉 第二天早上 大家对昨晚的事还心有余悸 但眼镜女却表现了十分的乐观 她贴心地照顾着教练 继续一步一步实施着自己的计划 然而她们的食物已经所剩无几 幸运的是她们在小屋内找到一把猎枪 教练告诉众人她们也许短时间内不可能获救 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学会打猎 为此她们举行了一场选拔 枪法最准的人将拥有猎枪的使用资格 经过一番测试 最终猎枪由杰克和金发女纳莎负责保管 她们被安排出去打猎 而其他人则负责去收集能吃的野果野菜 在采摘的过程中 洛迪却发现树上有一个极其诡异的标志 像是一个人被什么东西活活插死 正在此时大家在小树林内 竟然发现了一架废弃的飞机 她们兴奋不已 而眼镜女却是一脸的担心 因为如果大家活久 那她的计划将全部泡汤 小美赶紧爬上飞机进行检查 反反转动螺旋桨 欣喜的是飞机能够正常运行 但她却根本停不下来 队长赶紧将弯板推过 危机关头树枝卡住了飞机的轮子 队长这才捡回了一条小命 然而洛迪却诡异地说 这就是屋主人惨死的原因 她不想让他离开 另一边 杰克二人没过多久 就扛着一头鹿回到营地 她们受到同伴热烈的欢迎 因为大家已经很久没吃到肉了 教练吃饱后 便一瘸一拐地准备返回房间 但为了继续照顾教练 心机的眼镜女竟然故意将她半头 大家吃饱后 便在屋内开心地跳起了舞 就在大家玩得开心的时候 播放器却突然坏了 而此时阁楼再次传来诡异的声音 第二天一早 眼镜女偷偷来到教练的房间 想要叫她起床 可当她看见教练知己的帐篷 她心动了 17年来她这一朵娇艳的鲜花还未绽放 蠢蠢欲动的她准备伸出手 就在此时教练被她吓起 眼镜女赶紧解释自己刚才只是想帮她盖下毯子 可心知肚明的教练让她赶紧滚 不要对自己图谋不轨 这让好心的眼镜女只能伤心地离开 遭遇空难的第三个星期 救援队依然没有找到他们 虽然女孩们都来了姨妈蛋还是干着重活 就连队长也不例外 不干活就不能吃早饭 此时队长来到湖边打水 却发现洛迪穿着睡衣正诡异地站在湖中央 队长向她打招呼 而洛迪就像没听见一样 她整天石神叨叨 大家还以为是由于遭遇空难导致她精神压力过大 队长也就没多想 由于来了生理期队长累得气喘吁吁地回到营 闺女肖娜赶紧上前关心她是否需要帮助 可队长却问她为什么没像其他人一样集体来姨妈 这让女孩想到就在出发的前一天 她曾和队长的男票有过尽兴的一夜 她只好撒谎称可能压力太大导致姨妈来晚了 随后萧娜赶紧找个没人的地方进行自我检查 她担心自己可能真的怀孕 为了不暴露自己 她偷偷将破步站上陆续 然后拿给队长看 就这样队长打消了疑虑 同时为了拉近和她的关系 萧娜还把自己的项链送给了她 并表示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永远是最好的闺蜜 就在此时 同伴大叫着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 经过大家的检查却什么都没有 黑姐嘲讽那一定是鬼 而无聊的队长此时却提议晚上举办一场降鬼会 秉承外国人少的原则 做死的女孩们欣然答应了 队长赶紧行动起来布置降鬼会 与此同时 眼镜女这边再次发起对教练的攻势 她将一杯中药递给教练 还说这能帮助她的断腿消除肿胀 教练也没多想于事便喝了下去 晚上大家在阁楼围成一团 各自将新鲜的血液和泥土涂抹在自己的头上 队长吟唱着咒语 并将闺蜜献祭为鬼神降临的容器 由她手持法器 刚开始大家提的都是一些无聊的校园感情问题 一切都在正常不过 可就在此时 杰克的弟弟提了一个令全场后被发凉的问题 此时法器缓缓画出了一个八字形 而一个神秘的物体正在慢慢接近 落地转头看向窗外 众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傻了 他们赶紧重新点上蜡烛 而此时的落地就像着了魔一板 嘴里发出诡异的不是女人的笑声 扭曲的声音说她需要血 需要更多的血 她喃喃自语地走到窗前 与此同时楼下的教练竟然从口中吐出许多不明液体 小美见状赶紧拿着圣经跑上阁楼 一番驱魔无果后 她将圣经砸向落地 落地瞬间清醒过来 还质问小美为什么要打自己 惊恐的众人还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他们仿佛还没从刚才的恐惧中缓过神来 而这一切只有小美知道 这些怪事一定跟那个诡异的图案有关 然而更加恐怖的还在后面 第二天清晨 被困在原始森林的女孩们正在采集野果 但此时落地却看到极其诡异的萤雾 一只野路头上竟然挂满血腥的内脏 她赶紧叫来同伴 可一回头却什么也没有 难道是自己眼花了吗 然而没过多久 杰克便和内莎打猎回来 他们带回来的正是那头诡异的萤雾 大家纷纷表示自己可不会吃这么恶心的玩意 虽然嘴上说着不要 但身体却很诚实 可当他们剖开野路的肚子 里面竟然全是腐烂的蛆虫 有人恶心吐了 大家看着这诡异的萤雾更是摸不着头脑 此时黑姐情绪崩溃 她说冬天马上就要到了 难道他们要在这里活活饿死或者是冻死吗 谁都别再指望活久 大家必须要走出去寻找救援 黑姐的一番话戳中了大家的痛楚 第二天她整装待发 几名伙伴愿意加入她一起走出去 菱形前落底给了泰沙一把骨质的小刀 并告诉她说自己昨晚做了一个梦 如果他们遇见红色的烟和血色的河就要赶紧回来 因为那是不祥的征兆 就这样大家做了最后的告别 然而原始森林环境恶劣 随时都会出现豺狼虎豹 他们真的能走出森林找到救援吗 当天晚上 大家围坐在火堆旁 共同幻想着被营救的那一刻该是多么的开心 然而此时一声狼嚎让大家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在黑姐的极力安抚下 大家心惊胆战地度过了第一个晚上 然而第二天清晨 他们便遇到了血色的河 指南针也在这个时候诡异地转动起来 泰沙想起了临走前落底对她说的话 并告诉黑姐这个血河是不祥的征兆 大家打了退堂鼓都提议先返回基地 可黑姐却极力反对 她说什么梦境 什么血河都是胡扯 即便指南针坏了 我们也可以朝着太阳的方向一路走下去 万事皆有对策 在黑姐一番激情演讲下 无奈的众人只好跟着她继续走下去 到了晚上众人准备睡觉 由黑姐直第一班岗 然而到了半夜 豺狼虎豹的嚎叫声将她从梦中惊醒 她竟然独自爬到树上躲避 可树下的同伴却遭了殃 他们拿着火把驱赶着恶狼 而当黑姐从树上跳下来 同伴泰沙正被恶狼攻击准备叼走 她赶紧发射信号弹 谁承想恶狼根本不怕 她马上抄起木棒狠狠地将恶狼打死 然而此时的泰沙却奄奄一息 她的半张脸都被咬得血肉模糊 大家都以为她死了 黑姐在悲痛中点燃火堆想把她活到 可就在这时泰沙的手指动了一下 原来她还活着 大家赶紧把火扑灭 好家伙 没被恶狼咬死 竟然要被他们活活烧死 泰勒被狼咬的半边脸血肉模糊 黑姐让剩下的两人赶紧回营地呼叫支援 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 他们终于回到了营地 在得知他们的遭遇后 大家都非常震惊 然而当众人赶到原来的分手地点 却不见黑姐二人的身影 大家都以为他们被狼雕走了 就在此时一发信号弹射入天空 他们终于找到了即将奄奄一息的二人 回到营地后 由于泰沙的伤势严重 大伙赶紧给她缝合伤口 没有麻醉要让她疼得四心裂肺 而黑姐也因为自己的过错内疚不已 她差点让自己心爱的伴侣丢了小命 但求生仍要继续 第二天太阳都晒屁股了众人 却还在睡觉 这让团队里的小美极为恼火 她叫醒众人 并说自己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她决定开前几天找到的废弃飞机 飞出原始森林寻求救援 为此她已经看了好几个星期的飞行手册 虽然教练极力反对 但目前泰沙严重的病情需要治疗 萧娜也怀孕在身 她不得不放手一搏 就这样大伙整理着废弃的飞机 并开辟出一条长达四十米的跑道 虽然大家心里很是不爽 但是却无可奈何 毕竟面对活下去的希望 又有谁不想第一个逃出去呢 一切准备就绪 他们互相拥抱让小美保重 教练告诉她 如果飞出去一定要记得回来救他们 然而事情真的会那么顺利吗 伴随螺旋桨的转动 飞机叙事待发 众人眼里都充满了希望 在滑行到五十五码后 飞机终于飞起来了 小美开心不已 众人一路追逐欢呼 这就是他们活下去的希望 然而没过多久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小美副驾驶的玩偶小熊 竟诡异的燃烧起来 同伴的笑容也戛然而止 飞机爆炸了 众人彻底崩溃 难道这里真的存在什么神秘力量 不让他们离开吗 冬季渐渐来临 动物和野果越来越少 他们只能以白色的蠕虫艰难鼓服 然而这营养价值丰富的虫子 大家却实在下不去口 就在这时队长提议 既然大家都被困在这里等死 那还不如就拿这些虫子 和用腐烂野果泡的酒 来一场美丽的告别 虽然大家心有不爽 但还是赞同了队长的建议 然而这却不是美丽的告别 而是死亡的告别 隔天大家开始准备装饰用品 眼镜女也来邀请教练 到时候一起跳舞 教练虽然反感 但是眼镜女说自己长这么大 从来没被邀请参加部舞会 看她如此可怜教练也就勉强答应 告诉她就只是单纯的跳舞 让她不要对自己有什么非分之想 而眼镜女却认为教练对她也有意思 于是她偷偷来到小树林 拿出自己早已准备好的迷幻毒蘑菇 她计划让教练喝下去后 来她个生米煮成熟饭 为了这场派对大家精心打扮 肖娜由于怀孕裙子的拉链一直拉不上 她向楼下的同伴寻求帮助 恰巧此时眼镜妹刚好路过 她放下蘑菇便上楼帮忙 可等她回来却发现迷幻菇不见了 原来同伴已经把她放进了今晚要喝的汤里 大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纷纷喝下有毒的蘑菇汤 而下毒的眼镜妹则在一边诡异地笑了起来 因为今晚迷幻姑要笑一发作 她便可以趁机得到教练的身子 而此时的肖娜也给闺蜜拿来了一碗 可队长早已对她失去了信任 随即便把蘑菇汤偷偷全部倒掉 与此同时大家在歌在舞 尽情地放飞自我 而此时眼镜妹想邀请教练也来跳支舞 然而这次教练竟直接将她拒绝 并叫她不要打自己的注意 伤心的她只能在一旁独自喝着果酱黯然身伤 另一边内杀剑队长带走了自己的鼓掌对象 一气之下也拉着教练去了其他地方 他们在小树林内喝着私藏的针酒 而此刻毒蘑菇的药效正在慢慢发作 他们开始精神恍惚 身体也不受控制 教练这才意识到眼镜妹给所有人都下了毒 他们的蘑菇汤有问题 与此同时派对上的众人都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幻觉 他们胡言乱语并做出许多诡异的动作 而另一边队长带着杰克来到小屋内 他们准备为爱重逢 到了晚上大家这才意识到 队长和杰克都不在现场一定是为爱鼓掌去了 洛迪则提议应该把他们抓起来 因为全队最精壮的男人应该是属于大家的 就在赶回营地的路上 毕生生往好恐吓着他们 但在迷幻姑的作用下 他们变得受性大发 就算豺狼虎豹来了也毫不畏惧 不久众人就闯进了小木屋准备捉拿两人 看着他们衣衫不整的模样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队长还想狡辩 但裙子上的一抹出红却出卖了他 随后众人便把他关了起来 而受性大发的少女们则将杰克的衣服全部扒光 准备对他施加酷刑 这一段打斗场面太过刺激不易观看 我们先行跳过 经过飞人的折磨杰克终于受不了了 他迅速挣脱跑了出去 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在大家的眼里他竟然变成了一头隐物 于是众人便拿上刀兴奋地追了出去 夜晚的诡异森林内 杰克在前面狂奔 丧心病旁的女孩们则在后面不停地追 不幸的是杰克最终还是被他们抓住 洛迪仿佛就是个邪教主 他下令肖娜赶快动手 就在匕首即将割破杰克的喉咙时 内莎和队长及时赶到 他们赶紧救下杰克 此时杀人的尖刀也掉了下来 两人赶紧去抢 最终内莎拿到了刀 洛迪则狠狠地对他说 内莎让他不要装神弄鬼故弄玄虚 可洛迪却发出诡异的笑声 这让众人毛骨悚然 第二天当众人清醒过来 大家都不敢相信他们昨晚 竟险先杀死自己的同伴 回到营地后 大家便将矛头对准眼镜妹 质问他为什么要给大家吓了 然而眼镜妹却委屈地说 迷幻姑本来是给教练准备的 冰差阳错之间才导致大家吃了下去 就在此时身后的树林中仿佛有什么东西 一只体型硕大的棕熊从草丛中窜了出来 众人被吓得连连后退 然而此时的落敌却异常冷静 他慢慢靠近棕熊 大家都以为他疯了 谁知道下一秒棕熊竟在落敌面前跪了下来 落敌见状一刀下去 这诡异的一幕让同伴们看得目瞪口呆 送人头的狗熊就这样成为了他们口中的食物 但同伴们都很疑惑 为什么狗熊能被他轻松拿下 难道落敌有什么神秘力量吗 此时队长却嘲讽说落敌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遇到一只脑残的熊 可是到如今大家根本不在乎 能吃饱就行 泰莎提议大家吃之前先来尝祷告 以感恩上帝赐予的食物 可队长却觉得很可笑 嘲讽他们都是一群疯子 前一晚他们还丧心病狂的纵欲狂欢 现在却装得像没事人一样 紧接着他将矛头对准肖娜 质问他昨晚为什么要企图杀死杰克 可肖娜却尴尬地说自己不记得 队长却继续逼逼叨叨 肖娜爆发了 他说要是你昨晚不偷偷带走杰克去为爱鼓掌 那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队长揭露他跟自己的男友搞破血 他肚子里的孩子就是男挑的 吃瓜群众一言不发 都在欣赏这场私逼大战 队长让他滚出去 可同伴们却说既然你说大家都是疯子 那走的人应该是你 随即队长一气之下搬了出去 他原本以为会有人出来劝他 可这个时候谁会惯着他 他只能点燃火堆住在外面 半夜他被冻得瑟瑟发抖 肖娜过来主动道歉请他进屋 队长也不再死扛着 来到屋内大家赶紧给他披上老台 还贴心地端上热巧克力暖暖身的 可就在这时他竟看见明明已经死去的副机长 原来这一切都是梦 昨晚大家早就睡着了 根本没人去叫队长 肖娜来到窗前 此时屋外已经下满鹅毛大雪 她意识到了什么 赶紧跑出门外 就这样队长被活活冻死 肖娜撕心裂肺地哭着 就这样过了几个星期 洛迪手捧队长的心脏 好像在举行某种祭祀 小团体内也似乎产生了类似邪教的东西 以上便是黄蜂第一季的所有内容 在第二季中由于寒冬导致食物短缺 以洛迪为首的邪教徒 将以献祭的方式猎杀同类 为了生存他们将走向人性的野蛮 而来自荒野的折磨则远远没有结束 更多后续内容 订阅影迷新生 看遍精彩人生